如果说你本身就很喜欢吃一些深色食物 例如说红酒啊 咖啡茶 吃久了你牙齿就是会被染色 脏脏晃晃的 那如果你用了牙刷又太硬 口中是酸性的时候 发浪脂本来就会比较软 那你又这样撸的话它就会受伤 被你磨掉了 如果常常吃深色食物 喜欢抽烟 吃槟榔等等 就会有一些够附着到发浪脂的外侧 就会显得脏脏晃晃的 常吃深色食物吃久了呢 也会从牙齿的孔隙渗进去 把底色也染黄 或者是像有一些抗生素 例如说四环霉素嘛 如果孕妇吃或者是八岁以下小孩子吃 甚至成年人长期吃 都可能会把牙齿的底色染黄 就是内层的牙齿的颜色染黄 不同的底色版系统有不同色阶数 但我们常用的通常是16阶 东方人最常见的牙齿的底色 大概是A3 在A3那边 如果像做一些美白疗程啊 可能可以提高它的色阶数变白这样 例如说冷光美白 就是你要去诊所或是医院去做的 那还有居家美白 就是自己拿牙托 挤美白药剂带着睡觉 或是带着一段时间去染色的 那还有像喷纱美白 去把外面的垢除掉 喷纱美白的优点就是 它可以把外生性的一些 腌垢啊 茶垢 咖啡垢等等把它去掉 但缺点就是 因为它是细沙快速的去喷你的那些垢 所以还是会微微的把牙齿的表面稍微磨掉一些 所以这是它的缺点 不要太常做 如果是居家美白或是冷光美白的缺点呢 它是靠氧化还原把大色素变小色素嘛 所以多少一开始会让牙齿比较酸 比较敏感 那如果说尺质不是很强壮牙齿 太过强烈的酸会让它产生一些小裂缝 就是说要很健康的牙齿我们才建议做 通常都要做几次牙齿才会变化 例如说冷光美白就是去一次诊所 你这四个阶就可以提高可能五到八阶 或是甚至更多 就是去一次 然后大概会分成二到三轮的小循环 就可能帮你抹美白剂 抹那个压阴保护剂 然后照光 这样子大概15到20分钟 再做第二轮 那再试医师觉得你需不需要 可能再做第三次这样子 那通常都可以维持挺久的 看每个人吃东西的习惯 如果说你本身就很喜欢吃一些深色食物 例如说红酒啊 咖啡茶 那你可能就染回来就很快 那如果说你好好保养 吃深色食物就赶快漱口 或是说尽量避免深色食物 当然维持时间就会比较久 冷光美白牙齿确实是不便宜 每一个医疗院所 它有不同的疗程的频率 跟package嘛 所以说价钱都不一样 但平均上一次大概是 一万或是一万出左右 但也不需要太常做 我自己是不会建议两年超过一次 因为它毕竟还是用比较强烈的方式 让牙齿氧化还原 还是会微微伤到尺寸一点点 如果你的牙齿不是非常的强壮的 例如说你有一些缝隙 本来就有一些裂缝的牙齿 就真的不适合 通常就是它们器材的合格度 跟我们不一样 然后所以它们可能 照光的波长频率 没有到我们这么高 或是它们的药剂 我真的不确定它们用什么药剂 所以我也没有推荐过病人 去房间的美白诊所 因为我们就是合格的 所以我们才可以用 某些特定的药剂濃度 跟照光的波长嘛 那它们一定是不行啊 可能会有点笑吧 因为我的朋友 也有去房间的美白的诊所 就是不是牙医的美白诊所去处理 好像有白一点 但也不是很确定 它现在的状况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副作用 或是其他的问题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也不会这样推荐我的病人 因为你是自己挤药剂 然后自己去带嘛 所以看你带的频率多少 也许你可以把它调成拉长 你说美白牙膏可以 它也是用比较粗糙的颗粒 我建议去把一些构磨掉 可是因为它颗粒也是很粗糙 所以其实我们也不建议太常使用 也会跟就是像喷沙美白一样啊 会把牙齿的发狼汁磨掉一点 所以尽量不要超过一个礼拜用一次 放后不要马上清洁 是说因为有时候吃饭完 或是吃比较酸的东西 口中会产生酸嘛 所以说你如果很快就是去刷牙的话 那如果你用的牙刷又太硬 或是你刷牙力道不对 可能会把当时被酸软化的发狼汁刷到受伤 所以说可能可以先漱口 那等个30分钟以上再去刷牙 然后用对的方式刷牙 因为很多人刷牙是这样很大力去毒蛙 那你如果口中是酸性的时候 发狼汁本来就会比较软 那你又这样撸的话它就会受伤 被你磨掉了 避免抽烟 避免吃生色食物 只要是生色食物吃久了 你牙齿就是会被染色 就是尽量避免色素接触牙齿太久 并且舌典 Anderleons scratchi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